9月21日,陕西西安周治县的钓鱼台村,出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。 这只大熊猫先是跑进了村民在玉米地里搭建的雨棚,替村民看了一夜的玉米地。 离开玉米地后,这只大熊猫在村里溜达,最后进入到一个农户的院子里,不过它躲在角落里,始终低着头,很害羞,也很没有精神的样子。 村民给它送来竹叶,它也不吃,似乎没有食欲,身体不舒服。 这时,有村民说,早在三天前,就有人在村里的公路上看到过它。 看来,这只熊猫来到钓鱼台村已经有好几天了。 村民赶紧把消息上报给陕西省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,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则先行赶来, 给这只熊猫拉起临时警戒线,守护它的安全,同时等候着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前来处置。 虽然,生活在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村民都知道附近有熊猫生活, 但是野生熊猫自己跑到这个村子里,并且这么近距离地亲眼见到熊猫,还是第一次。 所以,无论是民警,还是村民,都有点激动。 村民热心地去砍竹子,生怕怠慢了这位客人。 最搞笑的是这个村的村之书,熊猫才来,一点都不熟, 它就自作主张给人家起了个名字。 这只主动跑进村子里的熊猫看起来很小, 大家猜测它可能只有两岁,刚刚成年, 可能因为才离开妈妈,遇到了生存困难, 所以来到村子里求助。 发现野生熊猫的消息,也让网友很激动, 很多人脑洞大开,心想, 既然来了一个野生熊猫,和圈养熊猫毫无血缘关系, 而且它长得还很秀气,说个定是只女熊, 那盛事可以把它收编了。 这样,因为亲戚太多,而没法找老婆的蒙兰, 或是金虎,就可以有老婆了。 但是,显然是大家想多了。 9月22日的上午, 麒麟大熊猫研究中新兽医院的院长赶到了现场, 和其他的专业人员一起,把这只大熊猫接走了。 经过专业人士一检查, 才发现,这可不是什么熊猫宝宝。 经过专家诊断, 这只大熊猫大约有15岁左右, 它的身体状况很不好, 体重只有50公斤。 它这个年龄正常大熊猫的体重应该有100公斤以上, 也就是说, 这只熊猫的体重还不到正常的一半。 难怪它看起来小小的, 让人以为是只有两岁的亚成年熊猫。 而且, 这只熊猫的门牙、犬牙都磨损严重, 又后腿还有一处陈旧性的骨折, 膝关节也有炎症, 腹腔里面有积液, 肝功能异常, 可能有肝脏损伤。 最糟糕的是, 它还非常紧张, 不想吃不想喝, 接回救助中心, 之后一直没有排便。 现在这只熊猫已经被转运到条件更好的秦岭四宝科学公园, 救助人员表示, 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这个可怜的宝宝。 前面村之书想给这只熊猫起名叫安安, 大家一开始还笑村之书。 现在大家都觉得村之书乱起的这个名字挺好, 因为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它能停停安安。 野生大熊猫跑进村子里, 跑进村民家里, 在大熊猫的聚集地陕西、四川, 是时常会发生的事。 所以, 网友由陕西四川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大熊猫的调侃。 说家家户户都养熊猫, 那是开玩笑, 但是家里来只大熊猫, 还是很有可能的。 四川亚安保兴县林关镇建联村的村民李光林, 在自己家的猪圈里, 就发现了一只大熊猫。 这只熊猫连续两个晚上光顾他家, 每天都是七八点来, 带到凌晨才走。 村民判断, 这只熊猫大约是四岁左右的样子, 健康状况良好, 也不是特别饿的样子, 可能就是想来村里转转。 四川松滩地区的这对妇女家门口的树林里, 也来过一只熊猫。 妇女俩很幸运, 还和熊猫来了个同框。 熊猫睡出了。 啊? 熊猫整睡出了。 四川乐山峨边遗族自治县, 也有一只熊猫, 跑进了村里的玉米地, 引得村民一起来看热闹。 被这么多人围观, 这只熊猫一点也不害怕, 还是继续在玉米地里淡定夺步。 专家来看过之后说, 这是一只老年大熊猫, 可能是捕食能力下降, 找不到吃的, 所以来老乡的玉米地里找吃的。 而根据熊猫保护专家的说法, 一般, 大熊猫跑到农民家, 大多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, 在向人类求救。 为什么好好的熊猫跑到这个老百姓的地里呢, 就干什么? 这是后来我们发现好几次这种情况, 就是熊猫在生病了以后, 它好像会下意识地去跑到人居住的这个附近。 这只大熊猫叫做杨河, 在90年代初, 它曾经跑进了人类的聚居区。 当时, 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潘文石教授带着学生吕直等人, 在陕西秦岭地区做研究。 有一天, 有一群农民找到研究人员的驻地, 告诉吕直, 他们村里来了一只熊猫。 这只熊猫身体不舒服, 而原因是, 它的牙缝里塞满了竹叶。 研究人员帮它清理之后, 又给它吃了消炎药, 接着又连续几天给它喂一些细软的食物, 它的情况就渐渐好起来, 研究人员给它起名叫杨河。 杨河情况好转之后, 潘教授和吕直等研究人员就把它放归山林, 结果放归的当天晚上, 村民就告诉吕直, 这只熊猫又回来了, 而且回来以后, 它直接跟村民坐在一起, 一块看电视。 吕直说, 当时熊猫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, 村民和工人就哈哈大笑, 大家越笑, 杨河就越来劲。 看完电视, 杨河一晚上都没有走, 夜里就睡在农户家里。 到了第二天早晨的六点, 他直接跑进了农户家的厨房, 翻箱倒柜找吃的, 一点没拿自己当外人。 后来, 为了帮助杨河回到自己真正的家, 潘文石教授的团队开车把他送到了稍微远一点的地方, 再次放归, 他才离开了人类, 回到了自己的家园。 杨河被放归时, 研究人员给他的脖子上戴上了无线电相圈, 后来相圈的信号显示, 杨河一直健康地活着, 而且活了很多年, 这些年里, 他没有再因为身体健康问题, 再次向人类求助, 也没有再进村和大家一起看电视了。 杨河是因为牙齿问题向人类求救, 但也有熊猫, 尤其是幼年的熊猫, 会因为在野外被其他动物咬伤, 会选择主动靠近人类的居住区, 向人类求救。 2008年的12月, 陕西周治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附近, 就有村民发现在一棵树的树叉上, 趴着一只熊猫, 这只熊猫后织下垂, 正在滴雪。 村民赶紧通知了陕西省野生珍惜动物保护中心, 保护中心的兽医和工作人员赶来一看, 发现这只熊猫也就是一岁多的样子, 正是刚刚离开妈妈, 开始独自生活的年龄, 估计是因为年龄小, 在野外被其他动物咬了。 因为这只熊猫才一岁多, 还能抱得动, 工作人员就轮流抱着它, 往山下走。 到了山下, 救护人员带着这只熊猫上了车, 它的麻药已经苏醒, 但是它依然能乖乖地躺在救护人员的怀里, 一路上都非常配合。 两个小时后, 熊猫被送到了陕西省森林工业职工医院, 森工医院最好的骨科医生为它诊断, 在X光片的检查下可以看到, 这只熊猫的左后腿粉碎性骨折, 骨头错位, 为了它以后能正常行走, 医生决定替它进行手术。 年幼的熊猫被推掉了腿上的毛, 医生切开伤口, 找到错位的骨头, 复位之后, 用应用钢板将骨头固定起来。 刀口都缝合好之后, 为了方便伤口, 在康复期间能消毒和换药, 医生们用纱布将它的左后腿一层一层裹起来。 因为手术很成功, 医生们自信满满, 相信这只熊猫一定能顺利康复, 它们悬着的心也都放下, 一边帮它包扎后腿, 一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 手术顺利完成后, 陕西省野生动物抢救中心的工作人员 可以把这位小患者接走了。 好在小患者的体型也不是很大, 一个人就能抱走, 这给护理带来不少便利。 三多月之后,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, 小患者逐渐康复了, 已经等自己坐在摇椅上, 抱着喷喷奶大舔特舔了。 等到他完全行动自由, 他被放回了自然保护区, 回到了自己的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